秋冬穿搭最重要的就是颜色搭配啦 今天依然是你们最爱看的配色分享 最后一套特别使用 记得先赞或看更赞 第一套是我最近发到 我觉得特别新的配色 就是香玉籽千鸟格加西气灰 其实香玉籽这个颜色 就是那种温柔又显气质 但是非常难搭的颜色 所以如果你们是在秋冬穿的时候 你们就用那种千鸟格的那种温暖的元素 去增加它的那种贵气感 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我外套用的是一个西气灰的颜色 因为西气灰其实今年安马寺有个包 然后它是在大象灰的基础上加了一点点绿调 所以它会比大象灰看起来更耐看 所以它们俩搭在一起 那个感觉就是很稳重 但是稳重的非常的贵气 第二个橄榄石绿 牛仔蓝色还有海默绿 其实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 其实它就是绿色的秋冬色系 因为我身上的这个绿色 其实它是有点发灰度的 所以它其实不是很显白 我在里面就加了一个白色去做过度 然后下半身我就简单的加一个牛仔蓝色 让它整个搭配看起来更有年轻感 我外面就简单的搭了一个海默绿色 然后因为是深冬嘛 所以呢我的整个上半身大深的颜色 都是偏浅的颜色 所以我在那个配饰上 我就用那种比较深的那种大地色系 比如深咖啡色高火的靴子 这样的搭配看起来整个氛围都会更暖 接下来这个配色就是 右蓝色加焦糖中加一点白 右蓝色跟焦糖中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配色 但是像右蓝色它其实颜色是那种比较亮的嘛 所以我里面也为了让它的层次感更好 因为我里面是加了一个白色的打底去做过度 然后下半身我就简单的打了一个焦糖中的颜色 这样整个上线就是有一点点上亮下综合的感觉 这种亮度在你身上是非常和谐的 然后因为它这个本身颜色比较亮的 所以我下半身包括我的配饰 全部都是用那种大地色系的深浅卡其色 让它整个做一个过度 所以这个搭配就是 挑出你的上半身 但全身又是和谐的 那你就很倒尾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配色方案 你最喜欢哪一套在评论去告诉我吧 记得点赞收藏哦